欢迎回到台湾大论坛 我们刚才听到 不管是蔡英文还是苏贞昌 都说政党不要操作 借这个事情 苏文昌甚至还说要立即公布真相 其实真相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了解的过程 还有这个嫌犯的说法 其实都完完整整清清楚楚的呈现 只是这个嫌犯说他不认识连胜文 不过却对连胜文进行 基本上是行刑式的枪击 这的确是相当奇怪的这个地方 到目前为止 国民党似乎没有用来操作这个选举 李建兰 李大哥你怎么看 这跟319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管是地下电台 还是所有的民进党的造势会场 都操作是不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 首先那个第一个 在这个政治场合 在全世界会造成这种攻击的 它不外是三种 第一个是侮辱性攻击 第二种就是恐吓式攻击 第三个就是谋杀式攻击 所以这很明显的 就是一个谋杀式攻击 而且他的方法就是行刑式 那他说在事实上 他就完全就是一个那个 那319枪击 那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攻击 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攻击 那这个场合你看看 凶手立刻抓到 那319这个总统府市委长坐在前面 这些都竟然都抓不到的 还有一个我是感觉到就说 而且这件事情很快 枪 子弹 凶手立刻逮捕到 所以这个事情就完全就 真相就很容易大白 当然呢 这个凶手是个老江湖啦 在黑道里面啊 你取外号啊 你取阿呆阿狗那个没有关系 你要取一个灰鹤人的马面啊 你没有一点江湖地位 是不可能取这个外号的 否则别人会把你做掉 别人会逗你的 你算老几啊 你取这个外号 所以他这个应该是个江湖老手 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啊 第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这两个主席啊 我觉得2012你不要选了 因为你的风格风范跟风度 你怎么跟连战比 你要知道在古书上有 君臣左立降向公斤 升到辖垢 十二个社会有重要的人 君臣要求安 君要安天下 所以你看今天连战他讲话 就让大家安 没有没有没有生命危险 然后呢 这件事已经那个 他的完全是就是说 大家安 不要造成惶恐 可是319枪击他是干什么 那么多人在那个里面拿着白蜡烛 好像这个 好像这个 这个大家不加持一下 陈水扁就没了 都是那个样子啊 对不对 他根本就制造惶恐 不是制造一个安嘛 那但是今天连战 国民党的做法 他没有把这个是那个 而且立刻呢 就是说叫大家安心 所以我觉得啊 这个蔡英文跟这个苏贞昌 你们在讲说 不要这个操弄选举 真的是啊 不要以小人之心了 度君子之步了 如果你没有连战 这个风度 这个风格 我觉得你们2012都不要选 好 我们先进一下网告